兩位是不同調的 就是從洋敬勞敬勞 可靠消息的來源指出 在市長是有上演追逐的戲 有沒有要請你 我不是想來懷孕的 有嗎 有嗎 沒有 選擇性失憶嗎 那天剛好講到一個公投 他說我可以來公投 我說市長現在是法令了 已經不是公投 這也是一個 經過行政院合定的法規 除非我們修法 我們去行政院解釋 那行政院合定回來 就說 議會有授權你們定辦法 發金額有你們決定 所以沒有違反財政紀律法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違反的 那回來的我們必須要面對 我要先找到裁員 沒有裁員其實都是災難 所以這也是 市長這8年來要求的叫做 金石管 財政紀律 你沒有裁員 你就不能做你能力範圍以外的事 要找裁員 我們就跟市長做個簡報 就是我們大概是用 每一年的遺餘 留下來的錢 百分之多少拿來提拨 剛開始市長認為說 如果真的都沒有裁員 應該要拿去先還債 所以我大概算了一個禮拜 跟市長講了大概三四次吧 我們一直 不要影響到別的預算 不要影響到市政建設 也不要影響到其他的福利預算 在中間還能之後伸出一點錢 後來他可以接受的是 那我賺錢 一年賺了一百萬 然後我花了九十萬 家裡的開銷 那我剩下十萬 那我是不是可以給我媽媽 一萬塊當建德金 那另外的九萬塊呢 我可能去還債 還四萬 還了五萬 到明年的儲蓄 這就是我們現在把 稅出稅入剩餘 拿10%去做 重陽金老金的財源 另外的90% 我們還是會優先去還債 那前提是 台北市政府要有剩餘 那這幾年因為都有 英語有超收 我們台北市的財政算不錯 加上台北市的建設 地價稅 這些相關的稅入 其實是增加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把握 只要我們賺得多 重陽金老金一定可以發 但是他會在我們財政機率之下 找到一個一定的財源 這個比例 後來市長同意 讓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市長衝出去是什麼 要吃電腦 上廁所 如果你講出更好的方法 那我們就接受 科學跟宗教不同 利用在這裡 科學是承認說 我可能是醜人 你講出更好的方法 我就遵守 那宗教就是 有不可動搖的信仰 這兩個不一樣 我們是科學家 不是宗教家 常常說 他是我看過 最簡單的政治人物 沒有 後面有七七怪怪的目的 對 有的人會擔心說 這個是我的誰 這個是我的誰 我們在這裡 幾乎沒有這樣子 朋友不多 所以 正確的講法是沒什麼朋友 市長其實心很軟 我覺得他是表達有障礙 但是他對於人的部分 他其實是放在心 他關心你 他也不會跟你講 像我跟他說 市長我媽媽生病 我看 他就立刻重去看 然後他說 你媽出院沒 還沒 再考去看 沒有為什麼 他就擔心 然後像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你在這些 對 市長他只是不會 對人的那種 我覺得他對人的關懷有障礙 所以體力要很好 市長體力很好 我現在體力也很好 那兩位這樣 通通通啊 就每天這樣子 不斷的 好行程 然後這樣子 呃 超忙 那身心靈 要怎麼調適呢 可不可以分享 讓每天自己 可以獲得好的面具 我最好睡覺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我們以前 當醫生常常 晚上沒有睡覺 這最痛苦 前一天沒有睡覺 第二天還開刀 因為我睡超過六個小時 大概就可以出來了 睡覺就可以補血了 那黃婦女 我每天練氣功 身心靈就會很舒暢 就是 就是很簡單的那種甩手工 在家裡自己做 這麼忙 晚上回家都在 11點多 洗完澡練完氣功 倒下去 3秒鐘就睡著了 早上 我以前還常生病 現在 好奇怪 其實師傅完全沒有 我沒有時間生病 這個我很有驚慌 我只要一放假就生病 對 我剛剛自己放假 我是出了 你是買票 為什麼那個說的不一樣 你連續五次吃一秒 涉及買票 如果他連續五次我就覺得怪不得 沒有啦 我覺得我比較像朋友 有時候協調沒有辦法處理 我就會自告的朋友去幫他協調 就那個局 跟他兩個搭不起來 我就會去 啊你這個幫幫他這樣 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 所以我就變成那個 就這樣 你下次護品就可以第一了 哈哈哈哈 我就爛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飲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